来关注用氮气处决执行死刑 美国阿拉巴马州在台湾时间 星期五下午两点开始 执行一个很有争议的死刑 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氮气处决 那么因为氮气处决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死刑犯在过程当中 呕吐受尽折磨 但是官方强调 其实犯人数秒钟之内 会失去意识 几分钟之内就会缺氧死亡 麻醉专家的看法是 氮气面罩在挣扎的过程中外泄 会让整个过程拖得更久 这个死刑犯在2022年 因为药物注射失败 所以阿拉巴马州改用氮气行刑 阿拉巴马州议会大下前 民众高举标语抗议 布满州政府25号将以氮气 处决死刑犯肯尼斯·史密斯 他在2022年11月 执行注射死刑时 官方人员多次未能在锁谷区域 放置静脉导管 最后超过死刑令执行时间 而取消 史密斯遭判死刑原因是1988年 妇人伊丽莎白·西内特 在家中身重多刀死亡 警方调查后发现 他的丈夫以1000美金买凶杀人 史密斯就是杀手之一 他在1996年被判处死刑 另一名同伙已经在2010年被处决 他则在2022年执行失败后 让阿拉巴马州重新审阅程序 成为全美第一位以氮气处决的死刑犯 今天我进入区域 以我自己和警察和警察 和一名的组织部队 我当时问了问题 他一直在说 我们不知或我们不能告诉你 担任史密斯狱中辅导的牧师 和他的律师团队不断为他请命 并以多次处决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 禁止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方式 请求暂缓 案件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 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共和党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 声明表示 但弃死刑经过彻底审查 包括阿拉巴马州成交部门 和总检察长办公室 都已经准备就绪 淡气处决方式 是在犯人脸部绑上密闭面罩 并灌输淡气 阿拉巴马州官方表示 灌气时间为15分钟 犯人几秒内就会失去意识 几分钟内就会缺氧死亡 但专家抱持怀疑态度 阿拉巴马州官方将史密斯的死刑 定在台湾时间25号下午2点钟开始 直到26号下午4点30小时内完成 有研究报告指出缺氧会导致全身剧烈疼痛 此外犯人还会持续呕吐 戴着面罩可能增加他被呕吐 捏住受尽折磨而死 种种的不确定性让这起死刑执行方式备受争议 由于欧洲逐渐禁止制药公司销售用来执行死刑的药物 导致注射死刑所需的巴比托酸盐类药物越来越难买 全美除了阿拉巴马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 密西西比州都批准了氮气死刑 但都还没执行过 统计美国在2023年共执行24件死刑 皆采取药物注射方式 过去就曾因药物短缺 官方拿未经测试的药物混合使用 导致2014年奥克拉荷马州一名死刑犯 痛苦挣扎20分钟后才死亡 统计2018年以来 全美共发生三起死刑注射失败事件 这些死刑犯都能因此不用再次执行 逃过一死 而阿拉巴马州是全美处决率最高的州 目前还有165名死囚正在等候执行 这回使用氮气处决引发争议 但对被害人家属来说 他们终于能看见司法争议的实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